好的 各位同学 刚才一篇文章已经把你折磨的死去活来了吧 好 那么它的故事呢 从前到后非常的简单 不就是一个人做了演出之后 后边这帮观众非常鄙视他 然后鄙视完了之后 那帮观众又冰住呼吸了 对吧 又显得他演出的又非常好 然后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呢 他有什么样的动作 好 那么你看 讲那么多东西不就是一开始不喜欢 后来挺喜欢 对吧 就讲这点 那么但是我们从这个题目角度来看 你会非常崩溃 为什么呢 就是它不像我们之前讲的 第一个就是行号多的 突然会发现行号特别特别少 少到了一到三个 那这篇文章呢 是到极端了 是吧 瘦的已经成了一根神了 就是一道题 有行号 其他没有 但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犯嘀咕 那么ACT阅读的考官们出题难道就是这么的无情吗 其实不是 它会把题杆里边安插很多的大写 另外 你已经体会到了题间关系的魅力了吧 就是同一个SBB这个位置呢 连续三道题 Purist这个位置呢 出现两道题 那么还有一道题是有行号的 这个加起来已经六道题咯 这六道题解决掉以后 那些没有出题的位置 四道题当然就是平均分布 而且第一段就已经出现两道题了 对不对 剩下两道题 哪怕你找不到 做一件事情 放弃 因为你放弃以后 你发现 你可能在那两道题里面花了五六个分钟的时间 但是整个考试就已经快废掉了 对吧 因为那些题特别难 特别难找 你要是像处女座一样 同学纠结 我就求个完美 对吧 那么必然你的分数是不完美的 好 那么我们来最后总结这两个做题的一种过程 一种思路 快速浏览所有的题杆 如果行号比较多 而快速浏览不是让你去读懂题杆啊 你就发试卷以后 就像我们在高考的时候 比如说给你发一数学试卷 对吧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呢 肯定不是说我开始从第一题开始做了 你肯定是前后翻一下 对吧 看这边它应用题 有多少个几何题什么什么的 对吧 好 那么看完之后 你心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了 有一个measure在 所以你从题再开始做 其实这个是一样的 发了试卷以后 赶快浏览后边的这种题目 对吧 如果行号比较多 会心一笑 说小说这个部分 是吧 行号多 这个会心一笑 然后呢 如果行号比较少的话 那么我们就采用第二个战略 第一个战略 我们复习一下 快速浏览所有的题杆 行号比较多 逐个题目去解决 那么当然这个阅读顺序呢 先说就是introduction读一下 然后呢 在第一段的信息快速过一下 了解人物形象 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 发生什么事 背景主题是什么 好 那么如果快速浏览题杆 行号比较少的时候 千万别着急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要关注 所有的这种题杆里边 有大小写的圈话信息 好 所以你在浏览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眼 看一眼 对吧 差不多就是五秒钟之内 看一下有多少有这个题杆里边有数字 第几行 第几行 对吧 有数字 但是没有数字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好 现在开始每一道题快速去读 快速去读 读完之后 把这种大小写啊 数字年代 能够帮助你快速找到文中的这种信息 圈划出来 但是有些词 比如说像那个purist 这个词 是吧 它这个小写怎么办 那就把这个purist画出来就行了 因为它是题杆里面问的对象啊 对吧 把这个对象圈划出来 好 那么 把这一部分解决掉之后 快速浏览题杆 行号比较少 快速阅读所有题杆 全画信息 把这件事情完成之后 紧接着你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看哪些题 一般是按照顺序走的啊 从第一题开始 第一题 读完题杆 知道跟第一段有没有关系 在很多情况下 第一段都是要出题的 好 第一段如果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话 那么我们就放弃这道题 如果跟第一段关系非常紧密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题 第一题他俩没有参加这个什么 一起去演奏 对吧 好 这样的选项你不是特别确定 对吧 但是你会觉得其他选项在第一段没有题集 好 怎么办 就是因为这样的选项 好像他没有参加一个什么东西 对吧 就把这个选项选出来 这就叫做胆大心细 即便你选错了 但是你花时间少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到最后 有可能你去文中 来回找 找了半天 好 你花了两分钟 或者三分钟时间 是吧 我就为了求完美 求这一道题的完美 那整个题就不完美了 所以说有舍才有得 好 那么 Purist的那道题呢 是在后边 但是我们大胆的去找它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前面出题了 后边出题了 我们几个位置空出来了 所以大胆的可以去找 另外在中间呢 会出现几个小段 对吧 那小段我们略的也是非常快的 所以能找 但如果你觉得 老师 我觉得这个没大写 我特别难找 那怎么办呢 你先去解决掉 SBB那几个题 你看SBB连续串了好几个位置 然后把SBB的题全部解决掉以后 你到最后才发现 原来Purist正在 你解决SBB的下面 大树底下好乘凉 对不对 迅速就可以把它完美的解决掉 好 这是我们在考场做题的时候 给大家对于小说部分啊 提出的两个非常perfect的解决方案 那么当然最perfect的就是 你能把文章读完主题解决 但是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记忆力词汇量是吧 就算我们的词汇量 语法 背景知识 美国人发生的所有的事件 了然于胸 到最后 那一关就是我们过不了的 就是考场紧张情况下 我们的英语阅读速度 导致记忆力的下降 还有就是单词数量的阅读 导致整体你的大脑记忆过载 好 短期记忆 承受不了那么信息 短期时间进入的 那么你一定会忘 忘的结果就会做成连连看 似曾相识一个名词 拿一个名词去确定 或者去否定 任何一个选项的做法 都是错误的 好 那么这个部分 我们先讲到这边 下一讲呢 我们会涉及到这篇文章的金讲 会带着各位同学去串一下 这篇文章到底说了什么东西 心里面会想 毛啊 对吧 在讲什么 好 那么 并且我们把文章脉络去讲一下 再跟第一篇文章 就是有关Tattoo Lady那篇文章呢 再做一个对比 看他们的中心 好 从开头到发展到高潮到结束 那么这几个部分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好 这一讲先进行到这边 谢谢各位同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